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黃金龍 我之前在HK還有Fireball 擔任上路的位置 大家好 我是徐瑞季 然後我之前在J team 擔任打野的位置 打職業的時候比較緊張 壓力也比較大 因為有成績的壓力 然後現在是比較悠閒 但也很多事情要做 要寫作業 然後還要帶學校 晚上要陪女友 壓力實在是 好像比打職業更緊繃 我自己的感覺是 之前打職業因為是一份工作 所以基本上你不會有自己的休息時間 通常都要配合公司跟賽車 那現在對我來說就是 我比較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家都挺尊重對方 就打不好就說 啊你這波不行就笑笑了 基本上打過職業的人之後 在同一個隊伍應該 都還蠻熟悉 那個隊伍的那個相機模式 有人會更錯 然後還開玩笑 啊我不然就怎樣 我就爛了 就真的受不了 就大家一起去評論 這點就頂多你有時候 職業人是職業全球 都一可能打個台股 就拿一個職業全球的眼光去看 現在我就是 就是就算我今天打爛的位置就很慘 但之前都會有一種 我是職業全球 不能這樣的那個感覺 就比較有那種 職業選手的光環的壓力就沒了 就現在比較輕鬆一點 就我一道道疆嘛 我去看到他們都在打彈性積分 我在想 彈性積分你打五千分都沒有用啊 你都打不了職業啊 我就直接開噴 因為他們都知道 我打過職業 然後有一個上下的關係 我就隨便噴他們都知道 不然他們就說 啊不然你這樣怎麼教我 就哪怕我排位高 他也不一定挺好 只要聽話最好 他們沒有聽過那種 很遠足的選拔那些 所以其實他們的實力很不平靜 然後你要把我們之前在職業隊的那些 體系那些帶來這邊其實都 他們是完全吸錯不了的 我感覺就是把自己 能教的一些 基本功能這些東西教完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看他們自己的 之前比較算是去追夢吧 就是 畢竟你現在讓我再回去 十七歲的時候 我可能才會全球打職業 就是算是一個蠻難得的經歷 但是壓力很大 然後時間很少 就過完之前那一段生活之後 你反而應該是 對我來說 我是想要休息一下 更努力吧 之前有偷懶一下 就假日之後 跑去打台風 沒有雙倍認真 就我不會有那種可能後悔 然後再回去的那種 因為當初 我這樣決定就是 我已經知道 現在那個度 可能我沒有動力 我也沒有辦法 花那麼多時間在那個影子上面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會去 想過回去打職業 先把 就看能不能在我這方面的專業 也就是可能轉到幕後 然後一方面把 這學校把學校的課業結束 我目前是打算把 林寧技術學院的那個 設計課的課程都學習好 將來除了這會有一級機場 表示 本來只有大學 那麼特MC 和bi